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魏玲 俄烏戰爭已持續了三個星期 俄羅斯炮火不僅使烏克蘭諸多城市滿目倉儀 數百萬人離鄉背井 而俄羅斯自己也因戰爭和西方制裁面臨經濟危機 並傳出向中共求救 3月13日 美國官員透露戰爭爆發後 俄羅斯要求中共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 3月14日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與中共最高外交官楊潔篪 在羅馬舉行了長達7小時的密集會談 沙利文對北京支持莫斯科表示擔憂 警告中共將會承擔後果 北美投資策略專家 中國問題專家麥新對大紀元表示 美國已經聯合盟友成功協制俄羅斯 現在又向中共發出警告 如果中共幫助俄羅斯繞過美國制裁 將會受到嚴厲懲罰 麥新認為 在這場戰爭中 美國受益最大 而中國則幣大於利 被俄羅斯入侵的烏克蘭 將會蒙受巨大損失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對IMF3月14日發布的報告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持續入侵 已經造成毀滅性生命損失 和重大經濟損失 預計烏克蘭今年的經濟 將會下降至少10%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還顯示 根據之前從伊拉克 黎巴嫩 敘利亞和熱門收集的 戰時實際國內生產總值 GDP收縮的數據 烏克蘭經濟 可能實際收縮25%至3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 在人道主義危機後 預計將會出現長期衰退 和不斷增加的重建成本 即使這場戰爭現在結束 恢復和重建成本 也已經非常巨大 聯合國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已經有超過280萬烏克蘭人 逃離烏克蘭 引發二戰以來 歐洲最大的難民危機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財經頻道CNBC 引述經濟學家 投資者和外交官的分析報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引發的 全球抵制俄羅斯 將會令俄羅斯經濟至少倒退30年 並且至少在未來的5年內 降低俄羅斯的生活水平 根據國際制裁跟踪平台 Kestellam AI統計 截至3月15日 俄羅斯已經因為入侵烏克蘭 而招致6807項的制裁 遠超過以前伊朗創下的3,616項 和敘利亞的2,608項 已經成為有史以來被制裁最嚴重的國家 西方制裁容易是將俄羅斯逐出全球市場 攻擊俄羅斯在世界各地的資產 被俄羅斯的經濟造成致命的打擊 影響最大的有兩項 第一項 將俄羅斯最大的幾家銀行 續出Swift的系統 令俄羅斯難以處理海外的交易 第二項 凍結了俄羅斯央行持有的 數千億歐元外匯儲備 令俄羅斯沒有儲備金來支撐勞布 麥辛告訴大家 不管戰爭結果如何 俄羅斯面臨這種前所未有的長期性制裁 國力會大幅度下降 而且西方徹底撤割 將會令俄羅斯變成地球上的一個孤島 麥辛表示 除了俄羅斯、烏克蘭之外 經濟損失最大的就是歐洲 烏俄戰爭被稱為二戰以來 歐洲大陸發生的最大一場戰爭 除了該地區發生人員傷亡 和數百萬難民衝擊之外 最大的影響就是經濟 預計這場戰爭 將可能令到歐洲經濟倒退很多年 歐洲央行首席經濟學家 拉加德3月10日表示 這場戰爭將會對經濟活動 和通貨膨脹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原因是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國際商業活動中斷信心減弱 在上星期 歐洲央行將2022年 經濟增長預期從4.2%下調到3.7% 而高盛就造出更悲觀的預測 將2022年歐元區的經濟增長 預期從之前的3.9%下調到2.5% 下調了1.4% Mike 新分析 俄羅斯能源和擴產受到限制 加拿大、澳洲和中東地區資源大國 將會受益 加拿大和澳洲都是以資源為主的經濟體 加拿大是糧食出口大國 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甲肥出口國 澳洲就是全球主要金屬和擴產來源國 生產燃煤、鐵礦砂等 米慎預計 儘管戰爭爆發後油價飆升 很快會回落 中東地區有大量石油 歐培客同意增產 石油價格立即能下跌20% 3月15日 原油價格降至每桶100美元以下 抵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油價飆升的大部分影響 在當日 國際基準布倫特原油下跌超過7% 跌至每桶98.59美元 米慎認為 烏俄戰爭爆發 美國是最大的受益者 原因是 第一 美國對待俄烏衝突的整體戰略非常清晰 聯合歐盟對抗俄羅斯 削弱俄羅斯的實力 將歐洲和美國團結在一起 其次 美國經濟上受益 歐洲一旦擺脫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 這樣就有其他國家 就會取代俄羅斯 進入歐洲市場 美國天然氣將會大迷 第二 美國軍工企業將會受益 俄羅斯入侵穆克蘭 令西方國家警覺 特別是德國和日本 德國預計今年起 將國防預算提高到GDP的2%以上 日本也準備增強國防力量 德國政府在3月14日宣布 將購買35架美國F-35戰機 以替換老化的龍捲風戰機 這次德國總理蕭爾茨承諾斥支1,000億歐元 升級軍備 是俄羅斯入侵穆克蘭後的第一筆重大國防交易 第三 美國成功協制俄羅斯 可以回到亞洲重點對付中共 麥森表示 現在美國高層已經非常明確 中共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拜登政府已經制定應對中共的長期戰略 麥森認為 美國對俄羅斯的嚴厲制裁 是殺雞儆猴 中美對抗正在升級 現在已經逐步擴散到各個領域 短期來看 俄羅斯戰爭對中共來說有利有弊 最大的利益在於 俄羅斯對中共依賴提升 中共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的能源需求 但是 最大的幣端在於 中美關係已經無法回到以前 所以長期看是幣大於利 中共失去了的將會更多 最後麥森引述 2021年3月阿拉斯加中美高層會談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提出提醒中共的一句話 對抗美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好賭注 對抗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提出的 證明 對抗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提出的